28核是世界治療安全衛生率 市府六甲教劳動檢查中心 也進食心急危力及疾患治安健康處 未來無論是六甲新疏 或是事業單位辦理相關的業務 或是無限頂頂 都可以直接在台南辦理 28核上後市場有委託 在各代表的北東下 是幾萬治安健康處的角色意識 這是六甲當中最好的六甲專制機構 不過算是六甲第一的 建國治安衛生的專制機構 雖然跟白桂町有些消毒車 不過最後也是順利完成 再來台南市治安健康處盛事成功 在東港市府也在各方的建政集合 和熱動部行列 南区熱動健康和不中心 想要建立合作關係 做會中心熱動安全 今天這個台南市 職業安全健康處的成立 更扣合這個設法的意義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台南市有先見之明 不是叫做勞動檢查處 剛好跟國際職業安全的概念完全扣合 天使地利人格都在了 所以我第一個要非常感謝 也肯定我們這個處的名稱 叫做職業安全健康處 確實我們安全 所以衛生要往前做 市長有以帶來進一步標示 未來市府一定會向應中央的330進市 所以我們一定要響應中央的330的政策 這三年內希望說這個我們的勞安 我們的植栽千人率 就是要下降30個千分點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要全力來配合中央來達成 我們一定要努力來實踐 今天透過一安健康處的事例 不管是中央還是電風 甚至是蓋上的工作之下 可以幫助勒工朋友的環境 受到最完整的照顧 記者 陳毅瑜 南區 蔡宏博德 請問一下